希臘愛情海上一座觀光小島 受惠於政府優先施打疫苗的政策 當地的疫情幾乎已經消失無蹤 人們也不再戴口罩 而隨著希臘政府決定 在五月中要開放外國觀光客 島上的旅宿業者 就很熱切的期待能久違的賞集 從希臘首都雅典搭船八小時 可到達位在愛情海上的福爾尼群島 這裡近年才發展成觀光景點 這裡的人們似乎一點也不擔心 新冠疫情 甚至連口罩都不戴了 會這麼放鬆 主要是因為一個月前 島上七百位居民幾乎都接種了 新冠疫苗 福爾尼群島幾乎已經回到疫情前的如常生活 這要歸功於希臘政府 優先為近七十座小島接種疫苗的政策 希臘政府預計將在五月十四號重新開放旅遊業 開放已接種疫苗及新冠檢測陰性的旅客入境 福爾尼島上的這座旅館 已經長達八個月 沒有旅客入住 隨著即將開放旅遊 預約入住的訂單不斷湧入 歷經將近一年的空窗 希臘重啟國門 歡迎觀光客並不令人意外 因為希臘經濟高度依賴觀光收入GDP佔比大約五分之一 公視新聞林孝茹編譯